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8月8号星期四 我们先来看一个科技类的文章吧 我特别喜欢科技类的文章就是说 我们看看前年科技队的发生什么 我们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 比如是科技类的呀,医药类的呀 也都挺有意思的 这个新闻的标题是AI牙医波士顿登场 牙冠手术只需15分钟 而且非常精确 美国波士顿一家科技公司 日前成功进行了一项AI手术 是全球首例全自动机器人牙科手术 这项手术背后的赞助人来自Facebook的创始人 扎克伯克家族 好吧,这个可能是这个的翻译有一些失误 反正是Facebook的创办人吧 这个纽约时报报的 用AI手术 它叫什么洞察力科技公司 叫Perspective 这是一家公司 专门研究是用AI影像搭载机器人手臂 那个机器人手臂现在其实做的也蛮好的 这次手术也证明了AI搭载机器人手臂在未来医疗领域的一个无限的一个潜力 他这样做呢就是说他非常精确 他这个机器人手臂拿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在每一步都非常非常精确 如果在3D或者呈影像之后 如果能牙都能做的挺好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向进一步的手术方面转移啊 但是其实做牙也挺好的 毕竟全球的牙医都非常非常的贵 然后如果有这种 这种机器手臂或者AI的方式来做的话 会大大降级成本啊 然后特别这样文章提到的是 他能提高精确度啊 每一颗牙怎么做的话 他打毛多少 他都非常精确 据报道这次手术在哥伦比亚的几点牙进行 机器人靠任何人类的帮助下进行钻孔 并且能够修整患者的一个牙齿 Perspective公司表示 公司最终的目标是使用自动化 在15分钟内完成牙罐的安装等手术 这项技术的运作方式 首先是扫描这个牙齿的表面 牙齦的下面的神经与骨骼等影像 构建精确的口腔3D模型 在3D模型建成之后 可以用AI进行分析 让机器人的手臂进行操作 听起来都挺高大上的 其实大部分现在的 在丹麦的话做牙齿也是类似啊 也是你要先进行这种X光扫描 完了之后 只不过是医生看 对吧 医生看啊 这颗牙齿不行啊 那医生手动给你来做的事情 他叫洞察力公司啊 就是Perspective公司的机器人 AI机器人系统使用了3D数据进行诊断和治疗 该公司新闻指出这样的设置会让诊断更精确 新闻稿里也强调机器人系统通过精密的设计和严格的测试 能够确表患者安全的进行治疗 但是第一个接受治疗的人 其实我还是挺敬佩他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非常不容易 是我反正是不太敢 这个Facebook创办人Jack Berger的父亲爱德华 爱德华Jack Berger 投措经费的赞助人之一 相比较传统的X光 他提高了40%的一个准确率 好吧不对 传统的X光有40%的准确率 这项技术准确率高达90% 他提高了50%的一个准确率 就连哈佛牙医学院的一个修复牙科主席 这个叫盖鲁奇 也对这项技术 赞誉有加 他表示这项技术能够带来更安全 更准确的诊断 能够提升治疗的安全性 很多的时候大家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会担心 如果你是个牙医会担心 这种AI机器人手臂出来之后 能治疗牙齿 我会不会担心失业 你看到了吗 哈佛的这项 牙医修复科的一个主席 他根本就不担心 有人能帮助他做这些事情 他可以做 把人解放出来 他可以做更多更有意思的事情 对不对 他可以更深入的研究牙齿 对不对 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的人 而不用做手工的 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科学技术会替代你 他能够替代你 那是一件好事情 对不对 你就不用再去做这种无畏的一个劳动了 有人帮你做了对吧 那你就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哪一天更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说对吧 我吃喝拉撒 或者是说在全球旅行 那不好吗 对不对 然后你说挣不到钱怎么办 人去当那个社会 你就不需要挣钱了 对吧 我们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有了 只要你自己能够过得开心 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觉得这样技术 也其实挺令人振奋的 起码未来的牙医 可能会价格更便宜一些吧 我觉得我们的医疗发展还是蛮快的 AI其实作为这个医疗领域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好吧 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